第30題 小明發現食物的包裝有許多可回收部分 以致目前可回收塑膠的分類如右表 是從表中判斷下列哪一種使用方式是既安全 且塑膠產品不受破壞的 A 隔著4號塑膠手套拿剛炸好的105度系炸機 我們看到我們的4號塑膠 耐熱的溫度是70到90 所以他不適合來拿剛炸好的105度系炸機 選項A是錯的 選項B 用1號塑膠瓶裝露營用的調味素 我們看到1號塑膠瓶耐酸減 所以他是可以用來裝調味醋的 選項B是正確的 選項C 用6號塑膠瓶裝純正荊棘檸檬酸甜果汁 我們看到6號塑膠瓶不耐酸和油 所以他不適合來裝我們的純正檸檬酸甜果汁 選項C是錯的 選項株 將3號塑膠瓶 放入滾水中煮沸殺菌 我們看到3號的溫度 耐熱溫度只有60到80 滾水到100度 他是不適合的 選項株是錯誤的 因此第30題問我們說 下列哪一種使用方式是既安全 且塑膠產品不受破壞的 我們答案選的是B 用1號塑膠瓶裝露營用的調味醋 號塑膠瓶 抽 陽 subsidies